在这一边他这个图是一个长方形 这个是x 所以这一边也是x 这个是y 这一边也是y 他说他perimeter是24 so我的perimeter是24的时候 就是我两个x加两个y等于24 所以我的x加y会是等于12 全部一起除2 ok 然后他的area so我的y会是12-x 这个是equation1 然后他的area是35 所以我的x乘y等于35 这个是equation2 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 equation2的时候 我的x乘12-x会是等于35 然后我把这个乘进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12x-x2-35等于0 所以我就有 的x2-12x加35等于0 ok 我把这个搬过去重新排列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开挂弧等于0 我的xx 然后呃7535 5735减减 所以我的x-5等于0 我的x等于5 我的x-7等于0的时候 我的x等于7 然后在这一边是 那个area area的情况之下 我就有35 so我sub我的x等于5的时候 然后into equation1 我的y会是12-5 还会变成7 我sub我的x等于7 into equation1的时候 y等于12-7等于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x等于 呃5的时候 y等于7 然后x等于7的时候 y等于5 ok 然后在这一边 他没有告诉我 谁比较长 谁比较短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接受 x等于5 y等于7 或者是x等于7 y等于5 然后可是在diagram那边的时候呢 from diagram 那边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那一个呃x大过y吗 所以我接受答案是x等于7 y等于5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那个的参考书提供的答案呢 7跟5 然后他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短 可是给我我考试 我会两个都写